再次欢迎二位 这两位演得太真实 就是这个姐姐 她确实是对老公 可能有一点恨 就撞牙了 就发现在她身上 就发现在春德斯的身上 他们俩配合了七八年了吧 磨合得特别好了 已经让你看不出任何痕迹了 那这个二位跟大明老师 都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徒弟 这是我的师弟 对 那大明老师师弟的艺名 是您取的 对啊 蠢得死 对 这个当时大明老师 给您起这艺名 是你没有反驳吗 没有 这是一个角色的需要 她是我能够见到 所有演员里头 最接近蠢得死这个人物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这是怎么解释的呢 就几乎不需要再进入人物了 生活当中就这样 那你走马路 现在在湖南 有没有这情况 哎 蠢得死出来了 有没有这样 就这样 满街都会 蠢得死 怎么跟这个解决 塑造的人物一样了 我觉得 那这个二位能不能在这儿教我们几句纯的湖南话 我们跟二位学一点 生活当中就教我们 说这个特别咸 特别咸 长长话就是说 金行的 金行的 对 咸我们那边叫韩 说这个红色比较红 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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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 说这个臭豆腐比较臭 狂臭的 狂臭的 对对对 曼谷 曼谷 这地方叫帅哥 他就是很漂亮的小哥哥 那叫曼谷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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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衣服是腾行的 美女 这个地方叫美女 小姐姐 我们那叫 美子 美子 你的香声是 腾臭的 我的臭豆腐香水 我这学完以后 我能感觉到 为什么 就是咱们 男派向上表演 对 他那个张力 对 他这个语言 就是特别的带感 这种感觉 这个淳得死老师 这称谓都这么别扭 当年为什么就要 追随这个大兵老师 一块来演像是呢 因为他没饭吃 到我这还能混口饭吃 我师傅还叫他得死 得死 哎呦 我的妈 十年了 十年了 其实大兵老师 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就是纯坏人 是这个意思吧 他当着你的面批评你 他背着的时候 他也批评 他狠一些 他感觉徒弟说的 可能就比师弟说的 要狠一些 对 就有意思一些 我不怕 反正我是他 唯一的女徒弟 他不可能把我 逐出师门 她拜我之前 是长沙歌廷 最火的女校兴 我2011年拜的师 七年拜的时间 我一直跟着我师傅 她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们湖南 每一年大学生上不起学 我们坚持五六年 跟我师傅去一演 这种善款 全部是一对一的 给那些上不起课的大学生 各种各样的这种演出 我们没有报仇 我师傅说 跟我走 我们就跟着去了 说句良心话 你一直跟着他 来干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真的觉得 我跟对了人 我拜这个师傅 我非常欣慰 非常满足 我非常感恩 我觉得我师傅 哎呀 他就是我人生的一个灯塔 他告诉我 一个女的喜剧演员这么难 你跟着我走 你应该走这条道 这是一条正道 你不应该荒废你自己的青春 可能会很难很难 但是你跟着我 我至少可以让你不走弯路 这就是我心里的 我爱的师傅 我觉得 你这么有点感动 我没那么一口说 是您的徒弟 平时都这么夸您吗 没有 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检讨自己 我是一个 不太近人情的师傅 以后得 别那么严密 不用不用 师傅挺好 好 好